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旧观念的阴霾 一大批在体制内工作的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 形成一股商业浪潮 后来这些企业家被称为九二派 会员的董事长朱新礼也是九二派中的一员 虽属九二派 但朱新礼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企业家 朱新礼出生在山东宜蒙山区东立农村 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的他 上了小学之后 便开始依靠到山上挖草药 抓蝎子卖钱 赚取学费 二十多岁时 不甘心一辈子种地的朱新礼 开始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经商才能 他承包了村里购置的一辆解放牌卡车 驾驶着卡车搞运输 依靠赚来的钱 朱新礼不断扩大规模 成了本村的第一个万元户 八十年代前期 先父带动后父的口号响彻中国农村 创业能力较强的朱新礼 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认可 被推选为了村主任 1983年当选村主任之后 朱新礼为了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他意识到 想致富不能靠着过去光种粮食的老路子 必须创新 在一次全村大会上 他向村民们提出赶种葡萄 话音刚落 会场就炸开了锅 对祖辈靠中庄稼为生的村民来说 放弃了中庄稼 就意味着没粮食可吃 朱新礼的提议 自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据说还有人向上层层告状 为了说服守旧的乡亲 朱新礼软硬兼施 承诺给所有愿意种植葡萄的农户 按种植面积发放粮食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种植葡萄让老乡们的生活 渐渐宽裕了起来 随后 朱新礼又先后创办了27家村办企业 从面粉厂 橡胶厂 皮鞋厂 皮毛厂 到砖瓦厂 都尝试了一番 在朱新礼的代理下 这27家村办企业生意红红火火 靠着种葡萄和发展农副业 东里村摆脱了几十年来 靠国家救济的日子 先后涌现出400多个万元户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成了当时村里的常态 随后 作为农村致富的带头人 以过而立之年的朱新礼 选择到大学深造 从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后 朱新礼又到党校脱产学习了几年 1992年 他被委认为宜元县外经委副主任 在他人眼里 朱新礼吃上了黄粮 捧上了铁饭碗 后半辈子都已常怨落定 但朱新礼却置不在此 一日大众日报上 一则果农卖果男的报道 再次点燃他的创业热情 这一年 年过不惑的朱新礼 不过家人的强烈反对 依然此官下海了 当时朱新礼找到了县委书记 我不在机关干了 你从全县找一个最差的企业 我去哪个企业都行 于是他接手的 是一家停产三年 负债千万元 已经濒临倒闭的县办罐头厂 这家厂子 保留了过去国营企业的成就体制 市场观念极其落后 经过思量 朱新礼决定买下这个工厂 进行产权改制 将现办食品厂 转制为民营企业 但当时朱新礼并没有钱 他向政府承诺 用项目救活工厂 养活工厂数百号员工 外加承担原厂450万元债务 将罐头厂接手过来 在外人看来 该厂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而接手的朱新礼 则是个冤大头 但朱新礼不少 他之所以敢接手企业 是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 中国果汁市场的空白 在动手前 他就已经规划好了 厂子未来的发展方向 6月 随着改制完成 汇原果汁的前身 山东自博汇原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汇原成立以后 朱新礼决定转产果汁饮料 但却缺乏启动资金 这家负债累累的工厂 根本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 而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钱 只是杯水车薪 情急之下 曾在外经委工作过的朱新礼 想到国际贸易中的补偿贸易 补偿贸易 是指外商在信贷基础上 向中方提供资金 或机器 设备 技术 机缘材料 同时承购中方企业 一定数量的产品 用产品分期偿还外商投资 朱新礼 想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 然后再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做抵押 逐年支付设备的钱 在国外 补偿贸易 早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贸易融资方式 生产商用这种方式 来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商品 商品种类 五花八门 可以说 除了人口和毒品 什么都有 比如 可口可乐公司 就从用可口可乐的姜汁 换取在前苏联 开办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奶酪 和它在埃及开墾的果园 出产的橘子 就这样 通过自筹资金 利用补偿贸易 朱新礼从德国和瑞典 引进了浓缩果汁生产线 和无菌冷罐庄生产线 1993年年初 在20多个德国专家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第一批新鲜的苹果汁 山楂汁 梨子汁 从会员工厂的生产线中 流淌出来 但此时 新一轮的难题又来了 当时 国内的果汁市场刚刚起步 国人还没有喝果汁的习惯 朱新礼生产的产品 生产出来了 却找不到买主 而运营 采购 工人的工资 工厂的运转 急需资金的输血 开工没有回头见 朱新礼决定 既然国内走不通 就先开拓国外的市场 恰好这时 他打听到一个消息 德国将举办 国际性食品博览会 会上将聚集 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商 为了抓住这点微薄的希望 不懂外语的他 当今立断 带着刚刚生产出的果汁样品 背着大煎饼 置身前往德国参展 在德国 朱新礼的日子非常艰苦 由于没有钱 每天只能啃煎饼果腹 天亮一醒来 就出去跑业务 好在工艺先进 产品质来好 他很快 在德国和瑞士 关键的第一桶金 开辟了外销渠道 朱新礼的果汁业务 很快开始了飞速的发展 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不存在长久的真空地带 出口国外的果汁市场 很快就迎来了一大批效仿者 一时间 一大批没有独立品牌 仅靠产品出口国外的果汁工厂 纷纷建立起来 而此时的朱新礼 也很快意识到 流缩果汁出口竞争的激烈性 他开始着眼于 当时尚未开发的国内果汁市场 并做出决定 迁都北京 迁到北京的消息一出 外界炸开了锅 汇园作为遗员的利税大户 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搬迁非常不情愿 而很多本地的员工都不愿背井离乡 但汇园是朱新礼一个人的汇园 他有自己的打算 一方面公司的不断壮大 让他三农情怀不断延伸和发酵 朱新礼认为 把事业做大就可以汇集更多的果农 另一方面 迁都北京对汇园打开国内市场的战略 有很大的注意 1994年 朱新礼亲自带着不足30人的队伍 前往北京顺乙安营扎寨 不急于创办了北京会员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正式开始进军国内饮料市场 这时的顺乙还是一片荒草气息 人际稀少的大荒地 而国内果汁市场尚未萌芽 会员在北京的业务屡屡碰壁 这种环境下 很多员工思念家乡 情绪低落 朱新礼连也写了首歌来鼓励员工 咱会员的人有啥不一样 自从离开了家乡 就想干出个样 未来让不喝果汁的中国人喝果汁 他决定花大力气去推广 先导入观念 再改变习惯 几年的时间里 朱新礼带领着会员做品牌 闯市场 日夜兼程 逐渐在北京站稳的脚跟 1998年开始 会员的销量每年增长100% 而当时冒天下之大不为的迁都之举 也被后来者证明是一种远见 1997年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很多外国企业 纷纷停止从国内进口浓缩汁 原来大批依靠产品出口 地处偏远的果汁工厂纷纷倒闭 而此时的会员 由于及时拥抱国内市场而幸免于难 这一年 为了继续提高会员的品牌知名度 力排众议的朱新礼 决定在广告上好赌一把 他斥资7000万人 拿下了央视新闻联播后5秒黄金时段的广告权 而这笔广告费 比当时会员一年的销售额海多 那年春节 喝会员果汁走健康之路的广告语 第一次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营幕前 也让当时的国人都记住了这句话 这一宣传为会员吸引来了最大的流量 有了央视背书 会员果汁开始在全国各地热销 迅速占领了国内大片市场 2000年 会员果汁的销售额达到12亿元 一举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商 尽管朱新礼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企业家身份的转变 但他的农民情怀始终没有消减 自创业以来 他一直有个从果汁转到果业农业的大会员梦想 朱新礼称之为大中国大农业大有作为 在农业梦的驱使下 会员创立之初 朱新礼就不断进行了上游的扩张 从1997年开始 朱新礼先后在北京 上海 华北地区 东三省 长江中下游等10个地区 建立了近30家企业 会员迅速在全国铺开 全国范围内急剧扩张 让会员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 朱新礼意识到 要实现大会员的梦想 光靠会员的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更强大的资本助力 此外 市场竞争的加剧 也让朱新礼产生了危机感 与资本联手 通过打价格战 继续保持会员的产业领袖地位 是最优选 当时为了解决资金困境 国内的饮料巨头 纷纷走上了股权融资之路 2000年前后 法国达能集团 先后参加了国内两大饮料集团 热板市 娃哈哈 以及如品巨头光明 为了继续扩大会员的产业版图 朱新礼决心借船过河 寻求合作伙伴 以解决融资问题 而此时 财力雄厚的德龙 也在极限寻找可以整合的对象 果汁企业巨头会员 进入了德龙的视野 赛道巨头和资本的互补 让双方一拍即合 2001年3月 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后 双方组建了北京会员 德龙以5.1亿现金 出资持股51% 会员以核心资产出资持股49% 德龙的进入 为会员的壮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资后的两年内 会员新增了20余家大型生产基地 地域由山东 北京大局扩张至西部 在至少10个省完成了扩张 在重庆更是赤资6.6亿元 投建了亚洲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 两年间 会员先后引进11条PET生产线 每条赤资约1.5亿元 在全国建立 收购了26个大型果汁生产加工基地 基本完成大会员的全国产业布局 2001年2002年 会员集团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154亿元 223亿元 利润则猛增到25亿元 27亿元 表面上看 会员与德龙的携手 称得上是天作之河 这两家企业合资之后的互补 相互成就 获得了业界的交口称赞 但风平浪尽的海面之下 早已暗流涌动 2002年年底 在一张来自德龙的借款单上 朱鑫里再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至此 合资后 德龙开始频繁向会员伸手借钱 一开始是5000万元 之后是一个亿 再后来又增加到两个亿 而德龙承诺的还款周期越来越短 从最早的三个月缩短到一个月 最后变成一周 此时的朱鑫里也意识到 德龙战略发展的重心不在实业上 资金链也越来越紧张 在双方的合作中 德龙只是把会员当成产业整合的基地 迅速养大 杀鸡取卵 如今摆在朱鑫里面前的选择 只有两个 要么坐视不理任人宰割 要么跳出火坑奋力一搏 朱鑫里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2003年年初 他开始筹备和德龙的谈判 并寻找能够从德龙手上 回购北京会员股权的人 此时的德龙虽然已经陷入资金危机 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将会员出手 朱鑫里说 与德龙的谈判过程相当艰苦 期间德龙的态度一直很含糊 常常朝令夕改 出而反而 双方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 最初德龙提出51%股权的出售价格 与合资公司当年利润相比 不低于6比1 但随后 德龙又将这个比例提升至7比1 好不容易等到德龙勉强同意 以7亿元出售时 非电爆发了 当初非常看好会员的香港摩托子公司 也丧失信心 迅速退场了 忙活了一圈的朱鑫里 又回到了原点 而此时深陷资金危机的德龙 也有了全面收购会员 以谈生新疆囤和股价 疏解资金困境的想法 随后德龙的唐万平向朱鑫里提出 以7倍于合资公司年利润的价格 收购会员所持的 北京会员49%的股权 同样想要回购会员股权的朱鑫里也提出 他愿意掏和德龙同样的价格 双方僵持不下 德龙继续加码 唐万平扬言 朱鑫里要买的话 低于8比1绝对不卖 在会员刚刚大手笔布局工厂 基地的当年 8个亿的人民币 对朱鑫里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德龙的意样 让朱鑫里隐隐察觉到 这个昔日的产业帝国 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 为了打破僵局 朱鑫里只能背水一战 他向德龙提出了对赌方案 不管是8比1还是9比1 要么你买我的49% 要么我买你的51% 以一个星期为限 谁拿得出现钱 谁来买 朱鑫里也要求 唐万平答应得很爽快 通过德龙长期派驻北京会员的财务人员 唐万平对会员的财务情况了如指掌 他料定朱鑫里拿不出钱来 要知道来势汹汹的德龙系 一并够见长 在投资界以吻而狠著称 唐万平在多年的投资生涯中 几乎百发百中 短短数年就缔造了一个德龙帝国 甚至在跟朱鑫里对战的这一年 德龙的老板唐氏兄弟 还名列中国百富榜第25位 朱鑫里则默默算了一笔账 几年间 德龙已经陆续从合资公司中 借走3.8亿 早期组建合资公司时 承诺支付的5.1亿 至今还有2亿左右没有到账 以8亿元收购价格算 如果会员能筹到2亿 买下股权就没有问题 于是离开谭曼庄的朱鑫里 立马向顺义区领导和银行求救 求借回购股权的款项 政府的及时雨 让战局迅速扭转 第二天上午 两个亿就拨过来了 而唐万平 从浙江回到上海的第二天 就突发脑溢血 接手的唐万新 一下子慌了阵脚 最后无奈的说了一句 算了 把会员卖给老猪吧 2003年5月16日 新疆囤和发布公告称 你将其持有的 北京会员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 转让给湖北威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3亿元 会员股份的买主 竟然是名不见经状的湖北威灵 消息传出后 媒体各界议论纷纷 有人称之为舌吞象 有人猜测 会员是想借壳上市 朱新李事后回应 这是应德龙的要求 直接收购在当时太敏感了 他们害怕会员直接回购 会引发外界对德龙股票的波动 最后我找了我的朋友 湖北威灵方面出面充当收购人 不久之后 德龙系就由于资金链断链 忽然倒塌 这场几股传话的商业骗局 波及了无数的企业 而会员则由于及时抽身 得以虎口脱险 这在当年实属罕密 2004年10月 湖北威灵以收购价 出让会员股权 其中50%以5.2亿元 转让给了会员公司 1%的股份 以1040万元 转让给朱新李 朱新李重掌会员大权 在这场与资本的博弈中 朱新李赶走了强盗 却从此踏上了资本的贼船 开始了提予资本数十年的共务 以收购形式 再次回到朱新李手里的会员 历经德龙时代的风雨 已经支离破碎 2003年11月 朱新李开始对会员集团内部 其中大刀阔斧的MBU改制 其中 朱新李持有会员80%的股份 江戏10% 朱新李的兄弟朱新雪10% 会员改制后 产权股权更加清晰 朱新李再次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而会员内部也成了朱家人的天下 但此时 朱新李也不得不重新证实会员的资金问题 在引入德龙的两年内 会员在果汁生产线改造 生产基地建设 集乳业等方面的投资巨大 扩张速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会员资深的承受能力 德龙的进入 让会员的融资比以前容易许多 但依靠融资所进行的无节制扩张 也让会员的负债率居高不下 每年必须支付庞大的利息 与德龙分手后 会员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优换之中 银行方面 希望会员能够突破引入外资入股 避免再次引起财务上的危机 2004年6月28日 在会员的12周年庆典上 12位国际大投行的大总产委文秀尔兰 同年8月 会员明确对外表示 要寻找新的投资人 第二波投资人接踵而至 在最高峰时 会员投资发展部的负责人陆长青 每天要接待6波投资人 但德龙留下的教训 让朱新里对资本有了警惕 2004年9月 经过层层挑选 朱新里终于将选择范围 收缩至达能 统一 可可可乐和百事可乐 四家产业投资人 其中 统一最受青睐 2005年3月 朱新里指示会员集团 分拆其果汁产品业务 与统一通过传真形式 签署了组建中国会员的协议 在开曼成立了名为 中国会员果汁控股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 在合资公司中 北京会员集团利用固定资产出资 占95%的股份 台湾统一集团 投资3030万美元 取得会员控股5%的股份 与15个月前 回备会员股权支付的 5.3亿元人民币相比 此次合资 升至幅度攀升了400% 被外界金户为天价 但所谓谋事在人 的联姻欢欣鼓舞 激进筹备之时 政治的原因 却让这场合作 夹然而止 按照规定 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的总额 不到超过其资本竞争40% 统一这些年 在大陆的各种投资项目 已接近40%的上限 因此基于对投资额度的分配考量 统一只能二人退场 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 诸心里对统一的离去 已有所打算 解决会员的资金困境 已经刻不容缓 他开始着想寻找新的战略伙伴 2006年7月3日 统一在台湾 发布了统一退出会员的公告 同时间 达能也在法国 发布了达能将收购会员 22.18%股权份额的消息 与达能一同入住的 还有专业投资机构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 荷兰发展银行 以及香港汇礼基金 作为回报 上市三家公司 将持有会员控股部分股权 牵手达能 引进产业投资者 改善了会员资金窘境的诸心理 也为会员的上市 增加了一个大筹码 从此 会员走上了上市桥中的快车道 说到这儿 我来换占点 我来换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